這個是在萬年峽谷的場景 那邊有原始的森林 表現它的蒼茎還有原始 所以把它結合雪景 所以產生這樣子的一個作品 我參加台洋美術學會已經很多次了 因為它是台灣畫會裡頭最老的一個畫會 而且它的品質很優 所以我就來參加 台洋美術學會是台灣 台灣現在可以講歷史最悠久的 在我們從事會畫的人來講 是比較崇高的一個比賽 台洋美展拔著新秀的體制 加上進入協會條件審核與規定的限制 讓能在展出之列的藝術家更顯榮耀 我們還有一個最主要的一個特色 就是每年都設獎 要鼓勵這個晚輩 希望將來能夠帶帶 能夠生生不息 能夠有一個傳承 這是我們台洋主要的宗旨 畫的背景是屏東市勝利新村的遺構公園 它到底要修建呢 還是要拆除呢 這兩難之間走出另外一條路 我從一個公園我就聯想到 你看他戴著口罩 就是象徵我們在疫情期間 到底要清零呢 還是要追求經濟全面開放呢 每一個人面對困難不一樣 我們要找出適合自己的生活模式 也走出困境 第86屆台洋美展 6月10日巡迴到台中大敦文化中心 展出油畫、膠彩、墨彩、水彩、板畫、雕塑等六大類 在星火相傳下呈現世代共融的美感 一件好的作品一定會討人很喜歡 同時是愉快而美麗的東西 所以我想今天我們展出來的這些將近120件作品 那麼每一件都是讓各位看到了一定會很喜歡 精彩美展 現場聚集許多藝術界大佬與新銳 一起體驗與分享這場難得藝術盛會 新南亞台電視王源林立 台灣台中採訪報導